《以西解书》第27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为推罗做一首哀歌 要对那位于海口跟沿海邦国通商的推罗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推罗啊 你曾经说过 我是全然美丽的 你的疆界在众海中心 建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 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所有的木板 用黎巴嫩的香薄树做你的桅 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 用基提延岸的黄羊木 镶嵌着象牙做你的苍板 你的帆是用埃及刺绣的细麻布做的 可做你的旗帜 你的棚是用以丽莎延岸的蓝色和紫色布做的 西顿和亚法的居民给你荡奖 推罗啊 你中间的济师做你的舵手 加巴勒的济师和老练的工匠 都在你那里修布裂缝 所有海上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那里 与你进行贸易 波斯人、路德人、福人都在你的军队中作战士 他们在你那里挂起盾牌和头盔 彰显你的光荣 在你四围的城墙上 有亚法人和赫勒克人 在你的城楼上 有哥马底人 他们把自己的盾牌挂在你四围的城墙上 使你全然美丽 他诗人因你各样丰富的财物 就做你的贸易伙伴 他们用银、铁、锡和铅来换取你的货物 亚丸人、土巴人和米社人都与你通商 他们用奴隶和铜器来换取你的商品 伯陀加马人 用马、战马和骡子来换取你的货物 底旦人与你通商 沿海许多地方都做你贸易的市场 他们用象牙和乌木支付给你 亚兰人因你的产品很多 就做你的贸易伙伴 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刺绣、细麻布、珊瑚、红宝石来换取你的货物 犹大和以色列地都与你通商 他们用米腻的麦子、饼、蜜、油和乳香来换取你的商品 大马士革人因你产品很多 又因你各样丰富的财物 就用黑本酒和白羊毛来与你交易 魏旦人用乌萨出的酒来换取你的货物 他们用断铁、桂皮和昌普来交换你的商品 底旦人用马鞍毯子来与你交易 阿拉伯人和基达所有的领袖都做你通商的顾客 他们用羊羔、绵羊和山羊来与你交易 士巴和拉玛的商人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各样上等的香料、各种宝石和黄金来换取你的货物 哈兰人、甘尼人、伊甸人、士巴的商人、亚述人和基末人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美丽的衣服、蓝色刺绣的袍子、色彩缤纷的地毯 用绳子绑得结实 在你的市场上与你交易 踏实的船只运在你的商品 你在海的中心满载货物 极其沉重 给你荡奖的已经把你荡到水深之处 东风在海的中心把你吹破 你的财富、货物、商品、水手、舵手 修补裂缝的、与你进行贸易的 在你那里所有的战事 并在你中间所有聚集的人 在你轻负的日子都必在海的中心沉下去 以你舵手的呼叫声 脚也都必震动 所有荡奖的水手和航海的舵手 都必离开他们的船只 站在路上 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 把尘土洒在自己的头上 在灰中打滚 他们必因你把头剃光 腰树麻布 为你痛心哭泣 苦苦被爱 他们为你哀悼的时候 必为你做一首哀歌 有哪一座城 像在海中沉寂的推螺呢 你的货物从海上运出去的时候 曾使多国的人饱足 因你丰富的财物和商品 你使地上的君王都富裕 如今你在深水的地方 被海水冲破 你的商品和所有在你那里聚集的人 都沉下去了 沿海地带所有的居民都因你惊害 他们的君王都极其恐慌 面容扭曲 各族的商人都吃笑你 你必遭遇可怕的灾祸 你就永远不再存在了